很多客户询问我们 不同的螺纹制造方法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基本上关键是表面 螺纹滚压是通过压力扳形来产生螺纹的 在这里滚动工具在高压下形成螺纹剖面 这种制造方法非常适用于像螺丝或拉杆这样的螺纹 其中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对于滑动螺纹来说 这种方法存在相对较多的问题不建议使用 在滑动螺纹中 尤其是在其中设备中 光滑的表面存在或在危险 你可以将其想象为两块非常光滑的玻璃瓣 当你把它们系在一起时 所有的液体都被激出了玻璃瓣之间的空隙 这是螺纹滚压湿润滑稽发生的情况 您想要避免的因为很危险 这种略微波浪装的表面 显然看到变平化效果 但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任何可见的移动点 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 润滑机可以自由移动 几乎像周程一样发挥作用 这导致生姜螺纹居有极好的滑动特性 这正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努力实现的目标 维消细节有时候会产生巨大杠杆效应 就像螺纹表面一样的情况 如前所属 过于光滑的表面是一个真正的风险 可能导致滑动 粘质效应 润滑膜破裂 进而导致设备冷汗节 我们擅长此想 可避免此情况 特别是种心其中设备行业的客户信任 我们凭借几十年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优化的完美表面 从而减少设备磨损 并提高可用性 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